因为对比因为矛盾 所以说产生了这个幸福相对论的这个怪圈 如何利用二的哲学来打破这个幸福相对论的怪圈 也就是说超越幸福和不幸 首先我们还是跟大家分享一个故事 有一位医生他当初从哈佛大学毕业的时候 他的梦想是在医学领域 尤其是癌症研究这个领域 获得诺贝尔奖 他当时充满了干劲 去了一家研究所 这位医生他其实本来是对于自己的工资 还有这些工作都挺满意的 没什么问题 但突然有一天他听说 他那些有一些朋友从研究所出去了 去华尔街当医学顾问 工资比他高得多 而且这帮朋友他又有了这个游艇 还有了这个度假别墅 于是他突然觉得自己好穷啊 他也去了华尔街工作 二十年之后 他又一次参加同学聚会的时候 他的工资比绝大部分还在当医生的这些朋友们啊 高了十倍 他拿着酒杯成为众人的焦点 就大家都觉得没法跟他的成就来分庭抗理 但这位朋友在他实现了一个成就的时候 他失去了什么 他失去了自己曾经的梦想 还有他想得到的那个诺贝尔奖的这个机会 所以奴托当时读到这个故事就在想 到底什么是好 什么是坏 什么是成功 什么是失败 什么是幸福 什么是灾难呢 这个真的是没准 就像我们经常说的那个故事 赛翁司马 燕之非福一样 福或无定 其正无端 或兮福之所以 福兮 或之所福 孰之其吉 其无正 正福为其 善福为妖 什么是好 什么是坏 没有一个人有一个绝对的标准 比如说像这位医生啊 你说他是成功了呢 还是失败了呢 只有他自己才能知道这个答案 就说到这个超越幸福和不幸 也就是说超越好和坏的至善呢 我想到了当下的力量这本书当中 关于这部分内容非常好 所以我把这个部分的内容读给大家 就是你真的知道什么是正和负吗 你对此有一个种的概念吗 对许多人来说 障碍 失败 损失 疾病 或说任何形式的痛苦 都转变成了他们最伟大的老师 这些看似不好的东西啊 交给他们放弃错误的自我意向 以及表面上的以小我为主导的目标和欲望 它给予他们深度 人道和同情心 它使他们更为真实 无论何时 当父的事情 就当那些所谓的不好的事情 发生在你身上的时候 在他的下边都有着深刻的教训 尽管当时你可能看不到 即使是一次短期的疾病 或者是一个突发的事件 它都有可能在向你展示生活当中 什么是真实的 什么是假的 什么才是真正重要的 而什么一点点都不重要 其中他说到这一部分 我是非常同意的 就是说很多那些看似非常不好的事情 比如说一些痛苦啊 挫折啊 这些事情 当时可能让人觉得难以接受 但他可能给这个人 带来了很多不可想象的 当初没有想到的一些推动力和作用 比如说像这样的人 其实现实当中有非常多啊 比如说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的作曲家 大作曲家 贝多芬 贝多芬他是先天性的 就有一种慢慢慢慢耳朵失聪 这对于一个普通人来说 都已经非常痛苦了 更何况对于一个大作曲家来说 没有了听力怎么去作曲 尤其是30岁的时候 贝多芬完全失去了听力 所以说他人生当中的那些 无数个美妙的乐章 都是在他上时听力的情况下做出来的 有些说想想 这是不是也是某一种 我们人类本能的一种自卑超越呢 就是一个灾难发生在一个人身上 但他同时也是一个幸运的开始 也就是说这个二的哲学当中的 一个事情的两面性 比如说以听力慢慢慢慢变弱这件事情 可能正是因为他变弱了 所以说贝多芬可能对于声音 比普通人要更加的在乎 更加的敏感 虽然说他听的不是那么清楚 尤其是到30岁的时候 他完全失去了听力之后 他可能能够听到一点点声音 他已经非常感恩了 所以说他用的是一颗那种感恩的心 在去听到这个世界 所以说同样一件坏事发生在不同的人身上 可能产生完全不一样的结果 这样的例子真的是太多太多了 以中华文明的历史上有两个半完人 一个是孔子 然后还有就是王阳明和曾国藩 他们的身上也都有不同程度的 那些所谓的坏事情和灾难 比如说我们知道孔子的话 他之前很多时候都并不得志 可能因为这种意义不得志 所以说才让他激发了他更大的动力 去然后传播自己的思想 比如说王阳明他36岁的时候 他被贬到贵阳的农场 在当时这个地方是非常非常偏僻的一个地方 在这样一个偏僻的地方 他反而给了他一个农场悟道的环境 还有曾国藩 曾国藩这个人也非常有意思 而我们看到曾国藩家书 还有曾国藩喜欢写日记 这些 他一日三醒五生 都是每天他都进行 我们知道一个星期我能反省一次自己 已经很了不起了 他每天哪有那么多时间去反省自己 知道为什么吗 曾国藩有非常严重的皮肤病 他晚上有些时候起氧无比 根本都睡不着觉 所以说晚上他有些时候只睡三到四个小时 那这样的话 他自然比普通人要多一点时间 去写日记也好 写家书或者反省自己的生活 所以说任何一件事情呢 他都有他的两面性 发生的时候 他可能看上去是一个灾难 但他下边有可能是隐藏着一个幸福的种子 这几个故事呢 都充分的说明了这一点 刚刚《当下的力量》这本书当中也提到了这一点 就是说这个世界上 很多事情可能本身它并没有好和坏 只是我们人为的跟它加上了 好啊坏啊贴上了这样的标签 从一个更高的角度上来看 其实所有的情形都是正的 更为准确的来说 他们不正也不负 他们就是他们的样子 而当你完全接受本然 这是一个非常明智的生活方式啊 在你的生活当中就不会再有好和坏了 只有一个就是更高的善 哎 包括坏在内的恶 然而从思维的角度来说 就有好与坏 喜欢与厌恶 爱和恨之分 因此在圣经的创世纪当中说 当亚当和夏娃偷吃了知识善恶树上的禁果之后 他们就被逐出了天堂 我们一直 其实有一个谜团在我的心中啊 难道偷吃一下这个禁果就这么严重吗 后果就这么严重就被逐出了天堂吗 尤其是这棵禁果它长的这个树 名字叫做善恶树 善恶树 这上面的禁果这么厉害 为什么 我后来仔细想一想 原来是因为当他们吃了这个善恶树上的禁果之后 他又有了分别心 当有了分别心之后 他就觉得哇 我跟你是不同的 我跟他不同的 你我他之分 这也就是我们当时跟大家分享的 一的哲学当中的话 也就是和和 无我无他的这种境界 或许他们如果真的某一天 再也没有分别心 没有善恶之心的话 他们可能在那一瞬间又重返了天堂 又或许说 当我们真的要是没有善恶之心的那一刹那 有可能我们那一刹那 就已经在一个非常美好的境界当中了 总体的来说就是 如何超越幸福和不幸 如何超过善与恶 如何超越好和坏 也就是无分别心 无我无他 合二为一 身心合一 和自己和谐相处 无我无他 和别人好好相处 天人合一 和我们的宇宙大自然和谐的共处 哎 或许真的达到这种境界的时候啊 我们这个世界会变得更加和谐 人们的生活可能也就真正的离这个幸福 或者说那种超越了好与坏的那种全然的喜悦更加的进一步 说到这个跳出相对论的怪圈啊 其中有一个非常好的方法就是 极简生活的生活方式 牛超经常分享极简生活 相关的书籍 相关的影片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就是因为我觉得极简主义者 他和很多人不在一个赛道上 比如说可能大家都在比这比那 但极简主义者可能他更朝着自己内心的这个方向在出发 极简生活他是那种跳出了这种相对比较矛盾的这种怪圈的一种生活方式 当然我们并不说这种生活方式他就是完美的 因为没有任何的好和坏之分嘛 当然他最起码是在这个喧闹的外部环境下 能够找到自己内心的那一点平静和一平方米的静心 关于数字二的哲学 如果大家有什么非常好的想法的话 非常欢迎大家在下方的评论区留言 我们大家可以一起交流和讨论 OK 牛超爱阅读生活极修行 如果您喜欢我们这支影片 记得点赞和订阅 非常开心陪您度过这段美妙的阅读时光 我们其他影片再见了